要表達我的內心兩個感謝 三個遺憾 一個祝福 支持者在旁聲聲喚 卻晚不回罷免投票 跨過門檻 韓國瑜帶領市府團隊 第一時間出面發表感言 在這裡 我們團隊 深深的感謝 這89萬市民朋友 一鞠躬 謝謝 謝謝你們 第二個感謝 感謝我 這一群最棒最棒的 我們市政府的團隊 有一百三十萬的市民朋友 並沒有出來投票 感謝他們 對我們團隊的支持 從當年撐起韓流的支持者 到相伴的市府團隊 以及未投票的一百三十萬市民 韓國瑜一一道謝 跨風一轉提及遺憾 三個遺憾 表達對台灣民主未來的憂慮 民進黨第二次執政以來 所有的心思 幾乎全部集中在 罷韓國家隊 如果有這種心思跟體力 為什麼不好好用在建設國家 造福民眾的身上 我們的雙語教育 全國第一 我們的陸屏 燈亮 水溝通 全國第一 我們輔導青年創業 青年的住宅等等 我們有太多的指標 都是全國最優 但是我非常遺憾 我們這個團隊不停的被 抹黑 扭曲 造謠 中傷 我覺得最大的遺憾 就是好多我基地要推動的工作 誠如我剛才所報告的 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高雄市的未來 唯一的一條路 就是要走國際化的道路 痛疲國家機器 操弄政治 優秀市政難以延續 與雙語化教育無法執行 但最後人選擇祝福 最後一個祝福 如果這個城市往好的方向帶 一定是能夠發光發熱 期待下一任市長 一樣能夠讓高雄市的市政 真真日上 願天佑高雄 天佑台灣 天佑中華民國 眼見那樓起 眼見那樓塌 短短兩年內 如同旋風刮旗的寒流 揍攔消逝 情日最熟悉的 麥菜狼身影口吻都回來了 但此次 韓國宇身邊 令人熟悉的觸擁場景 卻不再是招牌的大進場 而是從高雄市政府的大退場